來看這個弟弟很愛又在訪音後 營收的藝術作品 真正是充滿著武漢的創意 台船鄉 喬生幼兒園 頭一歲基板小小孩偉電 還特別跟電腦的學長 報告台中的自分寺 給更多鄉親 都可以競鼓梨 含鬆到小朋友的藝術創作 幽靈雲選擇在台中自分寺 來分享小朋友的創作 這是一場跟一般透過材料包容許 來電腦的藝術創作品 真不一樣 古早的小朋友可以親自然 又跟台風來講出自己的創作理念 營養節快到了 想要做聖誕節 那你用什麼做的 攝紙 攝紙喔 用紙 然後剪出來那個樹葉的形狀 然後再設計樹葉再貼上去 幽靈雲的這行長說 家長送小孩去幽靈雲 不然這是學生日學生素 他們更重視小孩的味道教育 讓小孩能進展發揮創意 以那個美感教育的這個區塊 讓孩子做一些藝術的創作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決定 想要來我們的池雲市 把我們孩子們所有的作品都展出來 讓我們在地的那個民眾們 可以知道 原來幼稚園的教育 不是在寫你啦 可以學一些不一樣的 然後越小孩的小孩 其實要越接觸 更多更多的這種美感的感覺 這樣子對我們的孩子的成長 是更有幫助的 這張真沒一樣的秘書店 將會在台中主分析 一直電出到十二月三十一號的日子 這回來感受小朋友 田津無辭的結束創作 多大眾的新聞 中西洋 台川 蔡洪博德